请节目 黄布校的招牌已经全面换成新展银行logo 正式宣告8月14号开始 新展银行全面接手花旗在台湾的消费金融业务 全台原有44家花旗分行跟着换装 五十炒热气氛 新展新加坡总公司出动高层风光迎娶花旗 凭无痛转换 新展主动帮花旗原有客户移转账户 也在两三个礼拜前即发金融卡 只是转移第一天就被抱怨 新展网银APP卡卡动不了 真的是这样吗 实际来测试 登陆APP立刻跳出这一页 显示使用人数已达上限 要操作只能再等等 对此新展回应有在持续增加流量 预计这两天流量达高峰 内部会继续进行调整 至于信用卡户权益 客户权益都会保留 换点数换VCU的机票 这些都有保留 新展表示新的信用卡将在未来一年 陆续帮客户主动换发 福利也将延续 包括红利点数 花旗里程 现金红利 HappyGo点数 以及PC Home联名红利等等点数 皆和现行花旗权益相同 还没拿到新卡的用户也别担心 旧的花旗卡还是能继续刷 现在有卡的人继续刷 没关系 我们只是后面的银行账号 帮你在周末期间换了 所以你将来收到的那个账单 就是新展发的账单 新收花旗277万名卡友 新展冲上全台第六大发卡银行 加上活存金额和财富管理规模 也一举越升为台湾最大外商银行 金新闻为了听力方词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